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大世界,我是安波,我是Dylan,我昨天,今天吧,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新闻,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的,然后我给你念一下啊,你先听,他说哥伦比亚军方昨天7月4号在该国北部靠近巴拿马的海域发现并营救了30名乘船渡海的中国移民,其中4名女性 哥伦比亚军方称,拘押了三名试图非法运送这些中国人的哥伦比亚人,就非常贴近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尽管他用了营救这个词啊,坏人就好事了,坏人就想我靠,再过几天我都,我都到了,马上到了,你把我救下来,然后遣返了,真的是,哎,我觉得他不能遣返,这属于营救嘛,怎么能遣返呢,护送回国吧, 哦,哦,对,那他们就是被胁迫的应该是,被胁迫到船上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走线吧,我感觉这是透渡,我觉得是走线,我感觉这是纯透渡,差别在哪儿,我个人认为啊,走线和透渡的区别,就是相当于旅游中的跟团游,和自由行, 就比如说你来美国,你买张机票,你自己订酒店,自己去景点,自己坐巴士啊,地铁啊,线路规划,我自己计划线路,你自己订,但是呢,你自己肯定不知道啊,那你肯定是在上一些什么,什么走四方啊,什么邪程啊,那些论坛,看攻略, 看前面的那些人,哎呦,我来那个纽约,我来洛杉矶,哎呦,哪家店好吃,我住在哪儿,老板还可以,就这种,那走线呢,就是这种,他们会看攻略,兄弟们,今天这个,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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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站,哇,然后拍一下,他们就发到社交媒体,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很发达嘛,推特什么的,然后他们就看,哎,哪个酒店今天能住,哪个哨口,这可能是, 松一点儿,对,就这种,所以当时我看那个抖音,特别逗,有一个人说,兄弟们,他们是在一个巴士站的,就是后车大厅,嗯,他们全都躺在那个地上,嗯,那个人,有的在那儿看书啊,有的在那儿睡觉啊,他说,哇去,这沿途的酒店,全都住满了,哇,这么火爆今天,对,就走线特别多,特别火, 难怪最近就经常听到这个词,大家都在说,对,就是所有你听到社交媒体啊,朋友之间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对,那偷渡呢,还没讲到偷渡呢,偷渡就是,就是,带导游,有领队的,有领队的,国内举个小旗,哎,这边走,那一团人就顺着他走了,一条龙服务,一条龙的,你就包括,啊, 啊,住酒店,嗯,嗯,嗯,什么线路,你到哪儿,换乘什么巴士,那相对省心多了,对啊,所以他贵嘛,啊,对,对,对,所以偷渡贵嘛,然后,呃,因为都是人家安排好的嘛,对,对,对,都他们打点好的嘛,你,相对于偷渡来讲,走线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嗯,嗯,嗯,因为你是个体,嗯, 当然了,也有集体的,一体集体走线的那种,哦,对,所以就,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区别,最近走线的怎么这么多呀,那可能是,嗯,肯定挺多种原因呗,有的人为钱,嗯,我,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为了钱,对,但为钱的呢,还有两种,嗯,嗯,我个人认为啊,嗯,嗯,你说有的,他肯定是在国内没有工作, 嗯,嗯,他想去挣钱,嗯,他才出来,嗯,那你就好,给你举个例子,疫情三年,嗯,嗯,OK,我开这个店,水果摊,嗯,你,你不封城吗,我交不起租金了,对,我黄了,嗯,但是我已经高价,被割韭菜买房子了呀,首付已经都付了呀,嗯,那你不能说是,现在,呃,呃,那个这儿有生意的时候,每个月可能收入,嗯,付得起,嗯, 一把两万三万,嗯,嗯,哦,我还个房贷,五千,八千,七千,嗯,这OK,嗯,但现在呢,我没收入了,对,那我还是还五六,五千,七千,八千,那你说我怎么办,对,我首付都已经付了呀,对,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嗯,你现在的房子,没错,对啊,所以肯定,这是有一批人,嗯, 嗯,另外一批人,你看网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来,嗯,嗯,他找不到工作,你像今年,卷吗,去年,一千多万,今年,一千一百多万,毕业生,太卷了,找不着工作,找不到工作,你就连送外卖,现在门槛都高了,原来可能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你现在很多本科生送外卖啊,嗯,本科毕业,啊,还有那个博士,前两天咱们看, 那个博士,还拿到律师,律师什么执照的那个,都去送,是,嗯,确实,那你真的是卷,还有呢,其实也活,活得OK,嗯,嗯,但是呢,他不甘心,你要是在,呃,作为一个底层,嗯,或者是你有固定收入,嗯,或者是中产也好,你看现在不是新闻说中产,不是三千,三千块钱属于中产吗,嗯,就是专家随便一说,就那个定性了,有的人, 觉得不甘心,他想改变阶级,嗯,我就要,以一个捷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嗯,挣钱比率高一点,嗯,一比七嘛,对对对,对呀,那你说,我同样是花一个小时,我挖狗,嗯,可能那边挣一块钱,嗯,这边挣,七块钱,嗯,同样挣一块,但是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七块,对,嗯, 他省吃俭用,他可能又回国,嗯,就是这种,那我相当,相对于同样在国内,采一天缝纫机,我可能挣一百块钱,但是在这儿采一天缝纫机,我可能挣一百二十美金,但是我在这儿,省吃俭用,可能是,又回国,那么,我就能挣钱嘛,嗯,这种,还有一部分,嗯, 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嗯,就不管是什么,挣多少钱,挣多少钱,嗯,我都要来,这样的人多吗,不在少数,嗯,也,可能百分之三十吧,差不多,嗯,我身边大部分都是,嗯,基本上就是为了钱的那种,为了钱来的,嗯,对,再有一个,你看这个抖音,嗯, 天天宣传,兄弟们,来吧,这钱好证,他可能,哇靠,一拍脑袋,哇,钱好证,美国钱好证,走,就是,哎呦,这种,我就觉得,哎呀,此处,此处省略,省略一万个字,对,就是,他们,可能说的时候,就只说,好的一些东西,对,一些方面,因为,因为发的那些人,嗯,他其实也没有真正在美国待着,嗯,对,他没有在这儿,打拼过,对,他不知道这个, 这个过程,他并不了解,对,嗯,他可能了解的,不太全面,对,因为你在,美国,在社会上,就好比说吧,嗯,留学生,眼睛里面的美国,嗯,和,在社会,法拉盛,鱼龙混杂那些地方,包括丁胖子广场那些,在那混的那些华人,不一样,他看美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对,嗯,嗯,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嗯,办签证, 现在啊,就是,那个,看那个新闻,嗯,呃,办美国签证,在北京,现在要预约到11月份,现在7月,今年的11月份,对,要等这么久,对,广州要预约到12月份,就你现在办,要等到12月份,那还不一定能过呢,对,所以现在等,这是面谈,那,你不得什么盖章啊,欢迎你去美国,或者是我拒绝你,那种,他就是,他就是不想等的人,对,等,等不了了, 而且,而且就算你等到那个时间,也是一个未知的结果,对,有的人干脆就办不来,嗯,我没有房产证明啊,对,我没有车呀,对,我,我,我,你看我就像那个,啊,哈哈,你看我就像非法运名,你看我就像投肚的,你看我这张脸我就像投肚的,是啊,那他明知道这个结果,他肯定不,呃,我肯定要投走线了,对,对,因为走线现在非常便宜,它可能人民币三万多,对,我今天看有一个人,他就说走线来, 说什么好听的 DIY线路 三万六千人民币 对 就三万多 在我印象的里面 可能要十几万 二十几万 三十几万 因为之前我们认识 在纽约认识投渡的 那个 就是花几十万 那个朋友 就是五十万嘛 差不多 但现在呢 因为它便宜 刷新 就是整个刷新了 我的一个认知 我不用去亲亲朋友 去借钱 我凑一个钱 然后我去美国 现在直接三万多人民币 我攒一点 走线了 那你说 就是我那天看了个视频 你说现在这么多人来 就是我那天看了个视频 它是来了以后 就是一个 以前在国内 它是做这个 电商的一个高管 然后呢 它是在国内 有车有房 工作稳定 年薪二十万 我也看过那视频 然后它就是 工作了几个月 七个月好像 然后它又回去了 对 那你说意义在哪呢 你说它 就是你都辛辛苦苦 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首先我认为 它可能是持旅游签证来的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觉得 如果换做我 我冒着生命危险 我走线 我来到美国 我肯定是下了 很大的决心了 没错 对吧 然后来了之后 我回去了 七个月 我靠 这我不相信 我也想象不到 因为我只要来 我决定来 可能是开工件 没有开工什么 没有回头件 没有回头件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 什么环境啊 嗯 怎么吃苦啊 我怎么生存啊 像他这种 当然了 这视频 他视频里面是这么说的 但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嗯 对 还有就是你说 你在来的路上 包括这个 什么 呃 恶劣的天气环境 都已经算了 雨林中的那些 什么虫啊 猛兽啊 还有包括路上的那些黑帮 你你这 这种 打点那些 对 这种辛苦 你都过来了 你到了美国 你怎么可能坚持不下去呢 对 所以我就理解不了 对 而且我还不能理解 就是说 你说他在国内 有车有房 年薪二十万 要你你来吗 换做我 嗯 激动了 在美 在美 在美国 因为生活十几年了 嗯 嗯 就以马后炮的这个思维 来看这个问题 嗯 我当时 可能不会来 嗯 但是我生活了十几年之后 嗯 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 嗯 我会毫不犹豫告诉你 我一定会来 而且呢 我恨不得 就是我很后悔 我来得晚了 嗯 我恨不得高中毕业那这就来 或者初中毕业那这就来 那太小了 那那就高中毕业吧 就是在这上大学 嗯 对 我 我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可能不会来 嗯 就是 首先你光是看网上 别人说 他自己就说嘛 他说因为别人在网上说 哎呀 来了以后 就能挣好多钱 嗯 你又没有来过 你怎么知道一定挣很多钱呢 这是一个未知数 就是你就这么轻易的相信网上说的那些吗 对 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我在国内年薪二十万 相当于一个月 也一万七八了 那我生活已经算稳定了 我有车 有房 没有没有贷款 那你说我出来 做什么呢 年薪二十万 相当于一个月 差不多嘛 一万七八嘛 啊 将近两万 对啊 那已经是 top five 顶尖人群了 已经不是top ten了 我们看的那个表格 那已经是尖尖尖了 对 金字塔尖 对啊 百分之五 里面的了 对啊 对吧 那所以就更不能理解了 你说那要来干什么呢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嗯 那个故事 我认为他可能是有杜撰的 这个嫌疑在里面 嗯 反正要是我我不来 嗯 对不对 嗯 对 来了以后 他从事的就是包括什么 仓库工啊 装修工啊 装卸工 哦 装卸工 还有什么 不 就是在仓库什么百货呀 什么的 就这种 那刚来美国还有什么工作 比如 叔叔 嗯 我做过美甲 哎呦 可以 当然我不是走下来的啊 就是我 我说过 我能 就是能做过什么东西 嗯 嗯 美甲 嗯 装修 装修 嗯 我没做过餐馆 哦 我还做过一天呢 哦 我做过一天 刷过一天碗 哦 真假的 哦 然后我就刷过一天碗 然后那个广东老板 嫌我就是 刷碗 卖 对 就直接就给我钱 就让我走了 哎我没有 我是接电话 哦 就是 起台 哦 不是 也不是起台 就是日本餐馆 然后接电话 哦 哦 但是我 我之前那些东西都不会 然后我就干了一天 对 还有包括打包 那我 哦 我在快递店干过 哦 专业打包 哇塞 对 就是褐色的那种胶带 在在法拉上 哦 对 然后呢 组装橱柜 嗯嗯 呃 当装卸工 在码头 你 你这 挺丰富啊 你这个 对啊 因为这 刚来也没办法呀 还有包括 我 还有一些不会英语的 我看他们还去什么按摩 哦 还有 做按摩 美甲 嗯 洗衣 洗衣店 洗衣店也有 洗衣店做什么呀 给 别衣服 或者是 就是那些简单的 哦 别衣服 对啊 然后清理那边 对啊 哦 然后他还有那种定时的是送货上门的 嗯嗯嗯 就拿一大包上人家去拿 哦 然后到洗衣店洗 洗完了之后 他大包 嗯 其实这些都是对语言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 哦 对 嗯 嗯 所以在这边其实我觉得语言还是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 就对于走线的人来讲 对 因为现在 现在就是大家已经疯了 就是感觉哇靠 美国遍地是黄金 遍地是钱 对 确实遍地是钱 嗯 就是看你怎么挣 就是得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本事 嗯 把这个 把这个钱 捡到兜里 嗯 就是遍地是黄金 你我都不说了 我们周边认识的很多人 嗯 就是 白手起家 嗯 现在已经 很好了 对 对 就在我至少在我们看来 其实只要勤劳肯学 其实还是可以 是不是 对 就必须得 嗯 必须得去有一个肯学的这种态度 嗯 千万不能抱着 我来美国 美国就有钱 我来了 就是钱 来美国就有钱 两个脚一落地 呗 然后美国给我发钱 五万美金拿着 到兜了 对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嗯 你看到很多人挣钱 嗯 包括社交媒体上 嗯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挣钱 对 那我周围的都是抱公头 嗯 很多人挣钱 嗯 那 每一年几十万美金 五十万美金 六十万美金 八十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都有人 嗯 都有可能 对吧 都有可能 水工 五十万美金 对 就看你怎么挣 嗯 所以说 这个 那你说 作为一个 就是个体老板来讲吧 嗯 水工 嗯 plumber 嗯 也是分好几个等次的 啊 好几个档次的 对 等级的 等次了 对对对 好几个等级 嗯 那有的人就赚钱 有的人就不赚钱 嗯 这个东西就像 什么呢 就是一个business 看你如何运营 嗯 有的人开米粉店就挣钱 有的人开米粉店就不挣钱 嗯 那隔壁家的麻将社就挣钱 你家的麻将社就不挣钱 嗯 所以说还是看个人 嗯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嗯 大环境没毛病 对 就钱都摆在这 嗯 就看你怎么挣 没错 就是这样 嗯 所以说这英文 特别重要 对 咱就是讲 你同样哈 嗯 开Uber 嗯 有很多人 纽约有很多人开Uber 对 你你司机你不会英文 你光会看导航 看路 然后呢 在曼哈顿走来走去的 嗯 人说了 哎呦 小伙子 当然用英文讲了 嗯 你再等等我 我上楼拿一个东西 嗯 你听不懂 你以为到地方了 他上楼了 你把车开走了 嗯 结束行程 差评 对啊 那你说他 是 不会英文 你也能开车 对 不会英文 你能不能做指甲 一定能 对 不会英文 能不能干装修 一定能干装修 对 批灰 我也不需要英文呢 没错 我就批就好了 嗯 对吧 嗯 水泥的finisher 嗯 他不需要说话 他光 那你来只为干这些 干一辈子吗 对 这就是这个 对 所以说走线的人 嗯 如果想来 他们眼中 美好的美国的前提是 你来了 要当老板 嗯 对 你不能来当打工的 没错 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对 你来去做苏喜 嗯 看看看看看看看 买了一大堆刀 嗯 花了很多钱 嗯 去学各种刀法呀 切那个什么鱼呀 怎么怎么 怎么骗 啊 怎么骗鱼啊 什么 我看那个金枪鱼 他们手法很显著 嗯 那都是练出来的 嗯 当然了 你从不会到会 得有一个过程 没错 这个东西没有免费的 呃 人教你 对 那你是他 是老板是你亲爹吗 对 对吧 来儿子 我教你 这不是应该 这个鱼鳍 应该 你都是需要看 需要学的 嗯 对吧 你这是有一个过程 嗯 那你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 嗯 光来了之后 哇 美国赚钱 就光想着钱了 对 而且呢 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 嗯 你要有个未来职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 对 规划 对 我现在切苏西 那我 我可能以后 我要开个苏西班 对 我要开个自己的小店 对 哪怕就两张桌子 也是自己的老板 没错 就哪怕在超市里租一个柜台 对 我切点苏西 晚上一摆 小时 对对对 我现在干装修 嗯 我以后要他妈当包工头啊 对 对吧 就是 我不可能一辈子在批灰啊 对 一辈子在钉木结构啊 一辈子在抬水泥啊 对对对 我要当包工头啊 对 因为这个是你的出路 对 这个是美国挣钱的道 嗯 就是这样 嗯 没有说是你挂逼 在丁胖子广场 那个家庭旅馆一躺 我就来钱了 没有 所以说就是 按我的理解啊 在美国 没有穷逼 嗯 只有懒逼 嗯 穷 没有穷人 嗯 你看任何一个人 没有穷人 嗯 他只有懒逼 只有懒人 你看这个homeless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 嗯 他不去工作呀 对 他懒 嗯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英文重要 英文重要 重要的 对于走线的人 重要的 不仅仅是英文 嗯 你还有一种 要超过这个 懒的这个 更高的一个 对你的要求 对 因为你 当你踏进美国 这条线 哦 我进来了之后 嗯 前提是你会英文的情况下 嗯 你是和那个乞丐 是一样的起点 嗯 因为他也会英文 他英文比你好多了 对 对吧 他是母语啊 没错 嗯 但为什么他会现在 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懒 对 你现在有很多人 像你刚才分析那个视频 嗯 他吃不了这个苦 嗯 对 哇 手泡的那个 我以前当小工的时候 嗯 手 腿好几层皮 嗯 就这么一搓 都是干活干的 那个皮就下来了 哇 抬水泥抬的 哇 八十磅的水泥 六十袋 抬到三楼 天呐 就是 纽约是townhouse 嗯 嗯 很多townhouse 楼梯都是这样的 对 不像LA那种大平层 嗯 就是 就是这种 你吃不了这个苦 那没办法 对 但是我认准了这个 我就这么 就是想要当包公头 嗯 我认准这个了 我就去学了 对 其实 其实就是暂时的 对 就看你能不能 过这个坎 对 如果你要抱着一辈子 打工的态度 别来 嗯 千万别来 嗯 苦死你 对 因为你一辈子干苦力啊 对 太辛苦了 所以一定要当老板 嗯 这是我想跟 走线的那些人 说的 嗯 来了 有志气 当老板 走线不丢人 对 你没法选择 你的这个出身 对 就是谁 谁生你 谁养你 嗯 但是你有选 你有你的 而人 他有他的这个 选择 我将来生活在哪 的这个权利 嗯 他们选择了生活在美国 对对对 OK 嗯 没有问题 但是呢 想要过得好 嗯 就是你 你你来了 那肯定是奔着你想要的 那个美国来的 对 那么你就将来呢 就得想去当老板 而不能一辈子打工 对 一辈子打工 那个美国 一定不是你想要的 那个美国 没错 对 嗯 每一天120 每一天120 嗯 然后180 180 嗯 然后最后200 嗯 很难 对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那个就是刚才 我们提到那个视频里的 这个网友 他就是准备的不充分 对 其实他不不了解这边的生活 然后他也没有说去 自己再深入的思考一下 嗯 嗯 那 其实这 其实真的美国也不是说 适合所有人来的 不适合 嗯 你像我们发现很多人 包括就是之前认识 很多人都回国了 嗯 对对对对 嗯 有的是在这边待了几年以后 还回去的呢 对 就是什么呢 英语是其中的 再次强调一下英语 英语是其中的一大块 对对对 有的人确实不适应 对 那你不适应呢 你不会英文呢 没办法拓展你的业务 对 啊 没办法去拓展你的技能 嗯 那么 因为很多 很多就是英文书 他是教这些东西的 对 他还不学 对 对啊 你就不学 他懒 嗯 那不学 就是这样 我等人喂 对 或者是 啊 我命里面有一个好的 好的师傅来教我 嗯 没有人会教你 对 都得靠自己 对对对 美国就是强调个人主义吗 嗯 不是集体主义 没错 中国是强调集体主义 跟着集体走 对 啊 集体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给你医疗保险啊 什么的 给你公积金啊 父母都不会手把手的教你 对 这就靠自己 靠自己 嗯 你要把你自己得病的钱 就是 给挣出来 就是 对对 就是这种 对对对 没有人说是会 什么集体主义关怀 没有这样的 对 所以我 我就是觉得 刚才的那个人 就是 他的准备就特别不充分 嗯 所以说那那 其实现在看到这也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来美国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来之前 你要就是再多想一下 多考虑一下 对 你不会英文不可怕 就是 不会英文的不可怕 嗯 我认识很多人 刚来美国的时候 也是不会英文的 嗯 但人学呀 嗯 每一天 记几个单词 人学呀 嗯 你别 我有一个朋友 嗯 之前来的时候 在这边上学 来的时候 连26个英文字母 都不认识 嗯 然后他选在就是 魏斯康星的一个大学 嗯 然后当时 他就是说 去麦当劳 想找人家要番茄酱 他都不会说 嗯 后来一个大男生 就一米八几的男生 自己躲在厕所里哭 后来之后就立志 要学英文 嗯 然后之后 他英文非常的好 然后 在 就是毕业以后 到曼哈顿 一个 这个犹太人的珠宝店 然后给他们工作 哦 其实这个就非常励志 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对 嗯 你看 这就是 起码对于他来说 他成功了 对 他 他 他成功 就是因为他把英语学会了 对 就是每个人 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嗯 不是说 你挣了多少钱 就是成功 嗯 那 如果我今天会走路了 嗯 就比我不会走路的时候成功 对 没错 就是这样吗 对对对 对吧 所以说 英语 英语 固然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不学 嗯 对 那谁也救不了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算学 你根本不会 或者说你来了以后 你也没有打算学 就很多视频里教的那种 说 说啊 你放心 没有英文 你也可以来美国 我 我真的不推荐 也不 你不要去听他说 他可以来 但是这个美国 一定不是你 一定不是他所想象中的那个美国 对对对对 对 那可以来啊 谁都可以来啊 对 我们今天咱不说走线 不就说什么呢 嗯 得让你了解真正的美国 对 那个你认为能挣到钱的那个美国 对 我举个例子 嗯 人们就说到这了 嗯 那你说 这好比 做爆公头 嗯 OK 做一个drive way 嗯 OK 他得有水泥吧 嗯 他得有钢筋吧 对 他得有钢筋 下面垫起来钢筋 因为钢筋 你不能贴着地面呢 嗯 你是四号的 五号的 嗯 还是几号的 嗯 你是六寸的 四寸的呀 嗯 当然了 你得和那些老末去沟通啊 对对对 那你不会英文 你怎么沟通 对 不会沟通 你怎么做爆公头 对 我们都不要求你会说西班牙语了 对呀 就是简单的英文 你得和他们去沟通 没错 因为他们 出力又便宜 对 嗯 你作为老板来讲 才能挣到钱 对 如果你要是雇中国人的话 可能 因为他们有的 就是因为我 我们从 你也知道 就从这个一路走来 嗯 雇的这个中国人 嗯 他其实 职业态度 其实不是很好 此处省略一万个字 对 就不是很专业 嗯 嗯 嗯 挣钱的心是有 没错 但就是不是很专业 嗯 嗯 啊 但不像 不像那些老末 嗯 他们玩水泥 嗯 专业 嗯 就是他们互相交 对 就是这样的 而且他们还肯吃苦 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其实 像 就是 来 想走线来的这些人 他们真的也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 对 就是吃不了苦 对 吃不了苦 像老末那种 像老末吧 你就像我那种天天背水泥 最开始 那时候都十年前了 他们可能都受不了 对 嗯 可能接受不了 因为他们来之前就没想到说 哦 我要来到这边以后会做这么重的体力劳动 对 都合计 美金好挣啊 对 躺着就挣钱呢 嗯 实际不是这样的 宣传的不就是这样 对 他 他可能就认为 哦 日复一日 如果要一直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就一直这样了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对 如果你要等有一天 你做了报工头 嗯 你再回来看 嗯 你就知道 哦 原来事情不是这样的 嗯 而且呢 做报工头 也要给老外干活 嗯 对 给老外干活 也是做个工 也是给老外做 如果你要是给华人做呢 对 你可能也不是那么美好 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嗯 嗯 就是这样的 你同样换一个那个 French door 那 sliding door 嗯 对吧 有的五百块 有的两千块 没错 所以就价格不一样 嗯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 嗯 不认同这边的价值观 嗯 没错 对 这点非常重要 有的人来了以后就接受不了 对 你比如说像什么 AH啊 嗯 小费啊 哦 小费 哦 就这种 就是美国文化嘛 对 就是 是他们的价值观 不能入乡随俗 对 或者说 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曼哈顿 有的时候开车 嗯 看那些 嗯 古达道有那种裸体 嗯 裸体骑自行车或者游行 特别多 对 它是意思不挂 全是女的 嗯 意思不挂 那你说有的老人可能就 接受不了 对 接受不了 像这种 还有那种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多人觉得来了以后 哎 我马上就能赚到钱 嗯 其实根本 还有那种 哎呦 马上就能办到绿卡 哦 对对对 哎呦 马上身份就下来 对 呃 身份下下来的早 是你的运气好 对 是上天眷顾你 对 但是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做好 长期下不来的准备 对 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不要来 我身边有很多人来了十年啊 对 都没有 对 我我也认识 对 还有呢 比如说男孩 嗯 你要做好长期单身的准备 嗯 对吧 因为美国的女孩 其实相比来说 不好追 对 对吧 嗯 对 就看得比较清楚 对对对对 资本主义社会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要做好长 除非啊 你不会英文可不可以 你说也可以 像这种说到这个男孩 我长得好看 啊 找个屎根 我就是 对 屎根妈咪 我 我是女的 我长得好看 我就走线过来了 当然了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我感觉他应该能办签证过来 就 有道理 就不用走线过来了 哦 那前提是 那如果是 OK 所有的帽子都是扣在走线的这个前提下 嗯 来的这个男孩 嗯 OK 如果你长得要帅一点的话 嗯 你可以不会说英文 对 一样可以生活的很好 对吧 有那么多 机会认识 屎根妈咪 对啊 舞伴啊 什么的 可以可以 对吧 阿姨啊 什么的 就可以 小奶狗 可以可以 对吧 不错 这个可以 所以说就是 长期身份 就是要做好 长期准备 嗯 对 不是说像听那个抖音商说 哎呦 三天下来拿绿卡 或者是三个月下来拿绿卡 一个月拿绿卡 一个周拿绿卡 可千万我们 就是是你 轮到你了 可能是你 运气 运气好 嗯 但是你千万不要抱着这个 这个运气好 一定是我的这个准备 对 对对 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常态 这绝对不是常态 对 他们是非常不普遍的 嗯 对 要做好这个长期的 这个准备 对 心态要保持好 要有个强大的内心 嗯 找不到对象 对吧 然后呢 身份下不来 身份下不来 嗯 然后有的 就是心态发生变化了 就变态了 你比如说像现在 洛杉矶有很多 这个走线的 嗯 他举报老板 哦 就心态不平衡 其实这样的话 他没有考虑一个很长远的 对 没错 你把路 自己的路走死了 嗯 因为很多老板 他都是走线过来的 对 比如说 博费店的老板 感同身受 中餐馆 外卖店的老板 对对对 他能收容你 让你去 哎 小伙儿有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 走线来的 走线来的 哦那可以来吧 他既然能收你做身份 其实他是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有可能 他自己就是走线来的 对 他理解你走线 或者是偷渡的时候 这种辛苦 对 这些不容易 来了以后 没有着落的这些心情 对 嗯 然后呢 你反手一个举报 确实 就是这样 那你说 那心 人心寒不寒 寒 用什么非法 什么移民 然后 心 万两万两 我没有公卡 你用我 这不是属于用非法移民吗 或者什么 嗯 那你说 你罚老板了 等老板都不用你们了 嗯 你连最基础的 都没有了 保障都没有 就是 因为相对于 干装修来说 嗯 小工最开始干的 一定都是体力活 嗯 对 搬运 嗯 垃圾 嗯 灰板 水泥 木地板 脏 泪 全是小工的 vinyl地板 嗯 对吧 搬地板 对 搬地板 嗯 搬灰板 那才成 对啊 灰板 嗯 你八分之三还好 二分之一的 可残了 啊 有的老板要求你两块 两块一起搬 那种 对啊 这老板 以前我们都是 二分之一的搬上三楼 就自己一而一掌 一天搬一百多掌 哎呦 就这样 太多了 嗯 所以说 还有技术 嗯 非常重要 对对对 要有一机之常 你啊 怕会个炒菜 嗯 炒菜可以 炒菜 挖掘机 电焊 改善一下我们这儿的伙食 修车 嗯 啊 就是你 就是 能不能 不会英文干这些活 可以 一定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咱们 我们的前提就是说 为什么一直强调英文重要 嗯 你得干好啊 对 你要挣更多的钱呢 对对对 你今天挣一块 你明天想挣两块 我最终想挣五块 十块 嗯 一百块 一百万 没错 如果你要是想抱着这个态度的话 嗯 那 就是技术加英文 那就更好了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会 做水泥 嗯 你会装修 嗯 这种技术 你来了 你一看 你也去跟人谈生意啊 对 嗯 就是这样 话就说 就是 就说回来了 就是这种 嗯 所以说啊 能做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 都说了几点 我们说嗯 不会英文的 哦 不会英文 然后呃 不能这个 没有一技之长的 没有一技之长 不能吃苦 不能认同美国价值观的 嗯 对 然后不能长期的忍受这边 就是心里要强 呃 内心要 抗压能力要强 抗压能力要强的 对 耐得住寂寞 对 耐得住寂寞 对 因为这个就挺可怕 耐不住寂寞 就是变成精神病了 这种 你和你听说过来美国 来来来 身份办不下来 然后也找不着老婆 然后最后老婆在国内呀 跟他离婚了 然后最后人疯了 哎呦 我听了很多 什么刚来开始的时候 是豪言壮语 我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之后呢 就就什么这个 疯言疯语 对 就说啥东西 然后之后就默默无语 然后就啥也不说了 对 这不就是一个过程吗 对 就很好的 就是其实他这个词 就很好的证明了 这个心态的变化 对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想走些来美国的人 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对 了解这边 对 能学英文 就学英文 英文非常重要 这是我想说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们要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要不了解这边的话 其实呢 国内的生活也是非常适合你们的 对 对吧 美国是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 那个遍地是美金的 那个美国 对于某些人来说 一定是 是 遍地是美金 对 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能拿 但能拿的这个前提 我个人认为 你得会英文 通过我 我了解到的各行各业 都是这样的 对 同样是开 开车 接送 我当年可以做120块钱 150块钱一个小时 接好莱坞明星 就格莱美在纽约 对 然后呢 私人飞机 在那个 叫什么 Torpedo还叫什么 没去过 我不配 就私人飞机场 我们的车就是开进停机坪里面 然后呢 四台车一模一样的 然后把后备箱打开 那个飞机就停在我们边上 就停在我们边上 超豪华 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对 然后有的人呢 开车呢 可能就是10块钱一个小时 20块钱一个小时 30块钱一个小时 对呀 但有的人就可以做到100块钱一个小时 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讲 别人还不相信 你能做到100块钱一个小时 是的 我能做到100块钱一个小时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 因为不会英文吗 他没尝到过甜头 对 你没去联系过那些人 对 你没有设身处境的 因为你的资源都是在华人这个圈子里 对 对对对 嗯 当然了 老外的公司呢 像什么666啊 777啊 888啊 我就举个例子 也有 不挣钱的 嗯 但是呢 你要找到那个 能让你挣到钱的那个 一定有人是挣钱的 对对对 对 嗯 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劝这些走线来 或者说准备走线来的朋友 来之前对这边多了解 对 然后呢 做充足的准备吧 对 对不对 包括心理上的 或者说前期的准备一些技术上的 就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打算 或者说 哎呦 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 我不想学了 我不想学英语 不想学技术 那真的国内一定比这边生活更好 对 嗯 好 那我们今天 行就到这 好 也希望走线的那些人 嗯 能提早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 对 就是你们心中想的那个美国 遍地是黄金的美国 我希望每个人走线来的都能当上老板 好 就这样 祝你们成功 祝大家成功 祝你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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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